我们记者也观察到目前的太子港国际机场 还是大塞机港口不堪使用 不过台湾驻海地大使馆人员已经恢复运作 而这个新任主管张台府一上任 就指派秘书前往多明尼家边境来迎接台湾搜救队 而人也跟着到边界的家属回忆起震灾 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大使和公使都受伤 海地大使馆16号还是恢复的运作 参事张台府接下了棒子升任代办 而第一件工作就是指派台湾海地大使馆的秘书 在多明尼家边界等待远从台湾前来的搜救队员 而秘书前家也是受灾户房子全倒 但幸运的是秘书院太太以及两个女儿 一家人全部安然无恙 有很大的摇晃柜子倒了 什么都倒了东西撒一地胖啊这样子 然后那个晚上我们没有人敢进去房子里面睡觉 那种地震是第一次经验到 之前在台湾现在有地震可是没有那么大 海地爆发那明朝 太子港到多明尼家的边界大塞车 大使馆人员在武装警察的护送下 从太子港出发 火速开到边界也还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秘书的太太说 太子港现在卫生情况很差 请记者要多加保重 要记得戴口罩 因为现在那边那个空气很糟 有湿臭味 然后还有烧烧的那个味道 对所以你们自己要保重 然后随身在吸带瓶水 随时补充水分 谢谢 晚上很凉哦 晚上很凉 正在进入第五天 太子港空中大塞机 港口的装卸还是大有问题 虽然美国的海上医院 以及航空母舰已经抵达 但只能停泊在港外 靠小船接拨运送救援物资 不过抵达的第二天 物资已经发送已空 后续的救援工作 现在才刚要起步 中间新闻 海地太子港综合报导